哈嘍,大家好,我是古晶 今天我們要講一下這個台版的一個活動哦 伊斯蒂的製作秘笈哦 是拿這個收藏品的一個好機會哦 那這個伊斯蒂的製作秘笈就是 在這次的伊斯蒂的沉反藥水活動裡面的一個製作物品哦 那這個製作秘笈是屬於拉霸布的一種 也就是可以在這個拉霸系統中哦 有五個項目哦 五個獎品哦,來進行拉霸哦 然後會隨機取得其中的一樣哦 那製作這個伊斯蒂的製作秘笈箱啊 是需要約3068鑽哦 因為他要135罐的藥水哦 然後我們用這個伊斯蒂的沉反藥水組合包啊 就是這個驟價3000鑽哦 然後裡面有22個這個藥水組合哦 總共我們可以拿到22乘以6 等於132罐哦 所以買這個買一包就可以拿到132罐的藥水哦 那製作這個箱子還是需要135罐哦 然後我們3000鑽是可以拿到132罐哦 所以還少了3罐哦 所以我們賺了一下哦,大概就是要3068鑽哦 那這一次活動比較特別的部分啊 就是在裡面的獎勵項目裡面啊 有很多的刻印裝備哦 你看這邊有試射的帽子是刻印的 然後還有這個真鐵頭甲也是刻印的 還有長靴,真水長靴哦 還有美肚沙子盾牌 藍皮頭棚,黑虎的頭棚,都是刻印的 這邊這些道具哦,都是比較特殊的一個裝備哦 然後這些都是可以觸發一些收藏品的能力哦 然後其中大家比較想要的 有這個魔攻加一的收藏品哦 因為它是需要試射的帽子各一頂 是要刻印的 那另外還有這個鐵頭甲的部分啊 鐵頭甲這個就是敏捷加一的一個收藏品哦 它是需要加七的跟鐵頭甲的刻印裝備哦 另外還有這個刻印的梅珠沙盾牌哦 這個也是可以拿到這個體質加一的一個收藏品能力哦 所以想要取得這些收藏品能力的玩家哦 可以在這一波的活動中哦,拼一下哦 因為這些裝備的入手難度哦,是比較高的哦 然後剛好這一次活動啊,可以用這個E4D的製作密集來取得哦 所以想要取得這些收藏品能力的玩家哦 可以把握這一波活動哦 那在這一波活動中啊,有很多玩家都做了很多次哦 那他們產局上啊,收到這些射出裝備的一個機率哦 大概是三次會中一次哦 所以,大概是三分之一的機率哦 然後如果你比較好運,當然就是一次就拿到一件哦 記得這些裝備的成本是蠻高的哦 所以玩家可能要斟酌一下哦 不過這些能力都是蠻好的哦 有這個,魔攻加一的能力 還有敏捷加一,還有體質加一哦 那其他的裝備就是加血量的一個收藏品的部分哦 想要的就拼一波啊 好,那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掰掰 我是果金,我們下次見 記得訂閱啊,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